音乐 你好,我是良乐宴 Rodney 2014年10月20日,土祭全教节 这天教会庆祝一件盛事 就是封圣大典 在拆封圣人这个弥撒当中 由教宗方济阁去主持 当日有十四位的新圣人 十四位新圣人里面 分别是一百六零年 在敘利亚大马士甲殉道的 方济阁小兄弟会会士 鲁伊茲 和和他一起殉道的 七位同会兄弟 和三位平信徒 此外两位来自意大利 分别是两个修会的始创人 圣母神慧传教会会祖 圣约室阿拉莫洛神父 他在二十世纪初 创立了这个修会 圣威拉修女 一生致力于女童的教育事业 并于十九世纪 创立了圣神献主修女会 加拿大籍的修女 圣马里亚 梁尼亚 柏拉迪斯 他在二十世纪初 创立了圣家小姐妹会 其神恩使命 在不同的修会团体 学校 和修道院提供服务 在物质和精神上 帮助私度的木铃工作 教宗在广告里面说 这些圣人是福音的门徒 他们在人类痛苦的历史里面 是忠信的禄人 在这个殉道和喜乐里面服务的男女 教宗说 一些新圣人 依照耶稣的风格生活 即是服务 信仰和使徒的工作 并没有令到他们 陷入于西族的欲望 和权力的贪男里面 相反 他们成为了兄弟的仆人 在行善里面 由创意 在困境之中坚定不移 慷慨地服务到底 接着教宗反省了 当日主日福音里面 耶稣向雅各伯和若望 提出的令人不安的问题 因为他们心里面 所渴望的就是荣耀地位 将麦西亚视为德圣 光荣的一位 并依照权力的逻辑 来想象耶稣 教宗说 在教会里面 经常都有这些想法 名语 权力 教宗解释 耶稣 下到深处聆听 并洞察人心 揭示他们 隐密的期待 除去他们的面具 耶稣 不是他们想象中的 麦西亚 他是充满爱的天主 从天降下的卑微者 他为提升弱小者 而变得弱小 他施展作为 为的是和平 而非战争 他来服事人 而非仇人服事 上主所饮的杯 是他生命的祭险 爱为我们奉献生命 直到死亡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随后教宗强调 和耶稣一切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个强道 在痛苦而非坐在光纹里面 他们和基督一同被钉 教宗说 圣利不是统治者 而是为爱而服务的人 因此耶稣使自己成为最卑微的 好使众人能够被举起 并成为最先的 他帮助门徒归衣 并改变他们的思想 不按照世俗的逻辑 而按照天主的风格去思考 天主的风格就是服务 教宗说 我们不要忘记 让人看到天主风格的三个词语 即是亲近 怜悯 和温柔 天主为了服事而亲近 为了服务而怜悯 以及为了服事而温柔 教宗解释这样 怀着爱而服务的人 是不会说 现在应该轮到第二个了 服务是一伙身心的果实 服务源自于爱 而且爱是无界限 它不计较 而是付出和给予 它不止是为获得成果而付出 它不是偶尔的表现 而是发自内心 这一个是一伙因爱 和在爱里更新的心灵 而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恳求诸位圣人圣女为我们代土 希望我们都能够 继续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 继续努力前进 天主保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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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